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二傍晚舉行的亞冠杯J組賽事 港超球會傑智硬撼日積聯的名氣球隊神戶勝利選 勝利選憑著鄉家友泰和井上潮音入球一度領先2比0 而傑智憑著艾力士入球在臨圓場之際追回一球 結果神戶勝利選以2比1擊敗傑智 取得小組賽首場勝將 神戶勝利旋雖然今將缺乏他們的精神領袖恩尼斯達 但其他位置上依然出盡主將 隊長山口營、火柏老將神野智章和酒井高德負責鎮守後防 而前線則由前巴賽球星補站火柏大迫勇雅攻堅 結智方面則沿用他們上場擊敗青來亂的勝利11人 賽事一開始時神戶勝利旋已經採取主動 在6分鐘時神野智章禁區內頭錘一頂中柱彈出 15分鐘補站左路全中 結智門將保羅擋出不遠 被勝利旋的鄉家有太保重得手先開紀錄 29分鐘勝利旋前鋒大迫勇雅 再將皮球送入網窩 可惜龐正表示月位在先入球無效 之後大難不死的結智差點追平 單欣盧域右路全中可惜美處無人看管的安永佳遲來一步 38分鐘單欣盧域再起禁區內力壓對方的手仲後勁射 可惜未能過得對方門長 最終半場結智落後一球 換邊後結智試圖修復失地加強前場進攻 神戶勝利旋的手仲走井高德之後疑似在禁區內犯手球 但球證並未示意有問題 58分鐘勝利旋右路全中 後備入替的井上潮陰撞射可惜被對方手仲化解了 78分鐘結智在禁區頂博得罰球 由單一盧域主射可惜眾人彈出 戰至臨完場結智在大軍壓境後防空虛的情況下 被對方的泰木康也殺入禁區後傳中 井上潮陰後上幫勝利旋射成2比0 在保時階段結智的明家索富來一個勁射眾人後 後上艾力士門前成功補入 結果全場比賽結束 結智以1比2緊負神戶勝利旋 目前在亞冠杯J組 在三隊球隊競爭的情況下 日本代表神戶勝利旋 一戰一勝3分排榜首 香港的代表結智 兩戰一勝一負得3分排第二 而泰國代表的青萊聯 一戰一負沒有分排第三 我是阿斌,多謝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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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